1910年4月8日 刘亚斗出生在福建省武平县香殿香香阳村里的一户普通农家中 由于家庭十分贫寒 就连一亩的都没有 平时靠的是砍柴来勉强维持三赞 所以他亲生父亲刘克芳在无力抚养之下 只能把他过继给同姓好友刘德香 刘德香给他取名为刘振东 将他视如己出 看他比较聪明 就省吃俭用地送他去上私塾 上到中学之后 他便主动辍学 在家乡当起了小学老师 后来校长看他是一个有志青年 便将先进思想与他分享 这让刘亚楼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决心报效祖国